4月24号上午,前国安求援南方罪下案在北京东城法院一审宣判,被告人南方因犯危险驾驶罪,被判处拘役三个月,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。 被告人南方犯危险驾驶罪,判处拘役三个月,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。 法院经审理查明,2019年4月4日四十许,被告人南方酒后驾驶黑色奔驰轿车,行驶至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段二环主路北七点十,被民警当场查获。 经检验,被告人南方的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19.3毫克。 2019年4月4号,南方因涉嫌犯危险驾驶罪,被刑事拘留。 4月24号,被告人南方戴着黑框眼镜,一身灰色休闲服现身,神情略显疲倦。 庭审中,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南方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,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本院建议对被告人南方判处拘役,23个月净处罚金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6条的规定,提起公诉,请依法判处。 被告人南方在最后陈述中称,自己的这一行为对个人、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了极大危害。 今后将执法守法。 被告人南方犯危险驾驶罪,判处拘役三个月,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。 案件宣判后,南方当庭为表示上诉。 1995年,南方进入北京国安一队,身批20号球衣。 2004年底,退役后的南方在北京开设足球俱乐部,还曾从事足球解说员多年。 此番罪嫁被刑拘,再次将他推上舆论高潮。 放眼国内足坛,因罪嫁被刑拘。 南方是张修为之后第二人。